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吊蓝是一种四季长绿的植物 摆在家中不仅仅能够忘事解杀 还可以为家里面带来无限生机 所以吊蓝放客厅里其实对风水很好 可以增加客厅的正能量 客厅又是家中极具人气之地 摆上一盆吊蓝还可以为家中带来清脆的绿意 让人有安神解发 解除疲惫的功效 2.增强气韵财运 很多人并不知道吊蓝放客厅风水好吗 只是将其放在阳台上面 其实吊蓝是可以增强家里的人的财运和气韵的 客厅明亮而且属精 本来就是十分适合放上属精和属土的植物盆栽 而吊蓝就是这样类型的植物 可以增加家人财运气韵 还可以改善家人的健康 对呼吸道疾病 还有肺皮病的人也很好 3.美化居士 吊蓝是最为传统的居士锤挂植物之一 叶片细长柔软 夜夜中抽生出小蜘蛛 由盆岩向下锤 舒展散锤 刺花朵 刺激长绿 夏季会开小白花 花蕊橙黄色 是用来美化居士的最好绿植品种之一 4.清新空气 吊蓝的清新空气功效是很显直的 能在微弱的光线下进行光合作用 吸收室内80%以上的有害气体 吸收甲醛的能力超强 一般房间养LTO的两盆吊蓝 空气中有毒气体即可吸收殆尽 一盆吊蓝在8至10平方米的房间内 就相当于一个空气净化器 它可在24小时内 杀死房间里80%的有害物质 吸收掉86%的甲醛 能将火炉 电气 塑料制品散发的一氧化碳 过氧化碳吸收殆尽 还能分解本 吸收香烟烟雾中的尼古丁等比较稳定的有害物质 故吊蓝又有绿色净化器之美称 5.改善风水 吊蓝的摆设在家居风水布局上也有一定意义 根据家居的风水布局来进行摆设 以添加正能量长 增强家人运势和财气 且对家人的呼吸道肺和皮的安康有利 6.药用价值 吊蓝的根和全草可入药 需化碳止咳散于消肿 轻热解毒 主弹热咳嗽 跌打损伤 骨折 臃肿 痔疮 烧伤 用于小而高热 肺热咳嗽 吐血 跌打肿痛等功效 2.吊蓝适合摆在哪里 1.摆在客厅 在风水学上将吊蓝摆在客厅的时 能够增加客厅的气场的 从而增强屋主的气韵 还能够增加一丝的财运 大门向西的客厅则可放置精心吊蓝 此地乃是住宅中的精行极位 能够增加属精的正能量 同时对家人的健康有利 2.摆在卧室 在风水学上将吊蓝摆放在卧室 是有利于夫妻关系和睦的 卧室讲究的是温馨以及清静 如果在卧室摆上一株吊蓝 能够让人身心放松 从而减少夫妻之间的矛盾 也增加了卧室的几分情调 但一定要经常养护 在卧室里面最好不要出现枯萎的绿植 这样是不好的照抖 3.摆在厨房 家中的厨房都是潮湿以及油腻的 而且有害气体也非常多 而且家中厨房的空间非常具有局限性 不宜摆放大型的盆栽 但是摆上一盆吊蓝是非常合适的 不仅能够吸收厨房大量的有毒气体 还能够为厨房带来绿色的生气 给主人带来好运 4.朝北房间 在风水学上 吊蓝有着消除冰冷感的作用 一般朝北的房间会比较阴暗潮湿 阳光也比较少 吊蓝也是一种阴性之物 所以将其摆在朝北的房价最合适不过了 能给阴冷的房间带来生气 还能够增加房间的气场 5.冰箱上方 把吊蓝放在冰箱上方 是可以化解家里面的不好的风水杀气的 此外还有厨房和卫生间 也是连个不错的地方 若是将吊蓝放在楼梯间 也是可去流动杀气 并且还会对家人的身体十分有益 6.放文昌卫 吊蓝钥匙放在有助于事业和学业的发展的文昌卫 是会为家里面男主人的事业有益 也可以让读书的小孩子的成绩提高 钥匙放在书桌或办公桌旁 也是有着差不多的效果的 总的来讲 只要将吊蓝摆在家中合适的风水位置 就可以为家里面带来好的气韵 7.放东南方向 在家里面的东南方向 放上一株吊蓝的话 是会为家里带来招财劲宝的风水效果的 因为房间里面的东南方向是属于裁卫的 而且东南方向是一定不要堆积杂物的 一定要及时清理在东南方向的杂物 尤其是影响木形能量的金属物品 最后放上一株养殖好的吊蓝 8.放在窗户边 当吊蓝的位置在窗户旁边 是家分项 其实也是因为在一些情况下 往往正一个风水上的位置的状态 更加容易给人带取了极佳的助力和优势 也会让人更加清楚 知道自己的发展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说法的 9.放在院子里 对于一个人 种植吊蓝也是最好在院子的位置的 这个做法的切入 往往会让人更加容易实现了一些好的期待 而且也会容易让人更加容易去获取好的事业力的可能性 也是一个会让人有着无穷的受益的状态 3.吊蓝风水禁忌 1.即放办公室 吊蓝的生长趋势就是向下生长的 在吊蓝风水摆放禁忌里 需要很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能放它在办公室 由于它会影响事业运走下坡路 在办公室放它会让人觉得坐水没精神 会很颓废 严重影响事业的上升走向 2.不能缺水 在家里养殖吊蓝的时候 由于它是向下生长的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吊在家里养殖的 这时候估计很多人都会不知道 吊蓝是不能缺水的 即使是吊在空中的 也需要吊在有水的地方 由于吊蓝没有水护养 就会影响家里运势走下坡路 会影响家里形成气衰的运势 这样居住的人都会被牵连会运势不佳 3.即放一株 在家中养吊蓝需要注意的事 最好不要只养一株吊蓝 在风水学上看 这样会在屋子里面形成一个困字 是不好的寓意 平时在养护吊蓝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修剪以及浇水 如果养护不当 就会带来气衰 主人自然也会受到牵连 4.即放在客厅门口位置 吊蓝放在客厅 若是摆在正常门口的位置 会影响屋主的财气 这是因为吊蓝在风水学上蜀精 位置放置正确可增加蜀精的正能量 可以帮助屋主招财妄运 但要是放在门口或正对门口的位置 则会让屋内的财气反而流失 5.不宜太多 对于种植吊蓝来说 也是不宜太多的情况 总体上因为一个人如果种植吊蓝了 那么也并不是所谓的多多一山的情况 还是要区分开来的 多多的吊蓝也许一些情况下会容易让人乱了分寸 反而是不知道如何是好 6.旁边不要放仙人掌 对于仙人掌 其实也是最好不要放置在吊蓝旁边的 往往容易给人的一个极大的困扰在于 会影响了吊蓝给人的好运的助力 也是会容易让人不知道 应该怎么去接受了一些负面的作用的 就容易出现一些不够给力的问题 4.吊蓝如何养殖 1.光照 吊蓝喜半阴环境 对光照敏感 春 秋季应避开强烈阳光直晒 夏季阳光特别强烈 只能早晚见些斜射光照 白天需要遮剧阳光的50%至70% 在冬季 由于阳光不强烈 可以让吊蓝适当接受一些直射阳光 2.温度 吊蓝的最是生长温度为15至25摄氏度 在广东春 夏 秋三个季节的温度都适宜吊蓝的生长 但是如果冬季温度第5至7摄氏度时 就要注意防寒保温 3.浇水 吊蓝喜湿润环境 要经常保持盆土湿润 夏季浇水要充足 中午前后即傍晚还应往枝叶上喷水 以防叶干枯 在冬季休眠期 待盆土表面约1厘米深处干后 才进行再次浇水 如果泥土太干 会导致叶从暂时退闪 再次浇水后才恢复原色 而夜间则可能永久地变成棕褐色 因而大大降低观赏价值 吊蓝也喜欢较高的空气湿度 所以在夏秋气候干燥时 要通过喷水等措施来增加植株周围的空气湿度 否则叶片顶端或边缘也可能出现枯胶 4.施肥 吊蓝是较耐肥的官叶植物 若肥水不足 容易焦头衰老 叶片发黄 失去观赏价值 对一开始长出小植株的吊蓝 每半个月可以施一次一旦为主地追肥 5.换土换盆 吊蓝是以用轻松肥沃的杀质壤土 盆吊吊蓝在管理上 未求精叶茂盛 在每年的三月份应换土换盆一次 6.繁殖 吊蓝一般用分株 或随时捡取花亭上带气生根的诱助直接栽种 浇水太多 容易引起烂根 过于干燥 枝叶又会变黄 盆土要求健感健湿 并经常用出水细腻的喷壶 向叶面喷洒清水 冬季入室过冬 要节制浇水 可每隔7至10天向叶面喷一次水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新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按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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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that's hot 문领喷派 información 原 Sebastian 订阅 haar